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是看到了《慈人罗布》的小说《杀手》 然后想把这个小说改变成一个电影 但是它是一个短片 只有几千字 它的体量不够 然后后来就想到了自己的另一篇小说 叫《装死了一只羊》 我觉得他们在主题上可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然后都是建立在一个公路的基础上 所以我觉得它有一个把它们揉在一起的一个可能性 就后来决定做这个电影之后 就把这两个小说就试着把它们揉在了一起 然后我觉得有很多就是可以契合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最终的呈现就是两个小说的那种统一度 我觉得很挺好 我觉得文字和影像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首先是把两个故事 怎么把两个故事揉在一起 然后最终还是要把这个文字的东西就是落实到影像上 所以在前期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比如说看景 比如说演员的敲定 演员的状态 演员的他们的神态 他们的服装 包括每一个场景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场景的细节 我觉得都是把一个文字就是转换成影像的一个保障 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会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比如说天气的气氛可能也是很重要的 就比如说天晴跟天音 然后有云彩跟没有云彩 我觉得那个气氛就完全不一样 你达到的那个呈现的意象可能也不一样 我觉得首先希望把它呈现为一个 就像一个梦一样 虽然这个小说它一开始的小说叫《杀手》 但是它可能讲的这个故事 可能跟普通的一个杀手的这个故事是不一样的 它就像一个梦一样 在梦中完成了所有的故事 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也是希望 就是把这个故事讲得跟梦一样 然后这个可能也是做这部电影的 对我的最大的挑战吧 因为之前的几部电影都是以写实为基础的 但是这个电影是以写意为基础的 所以它有很大的挑战性 所以把这些文字的状态 然后怎么通过一个比较虚幻的 像梦一样的影像呈现出来 就是我们对我们最大的挑战 然后在这个转变上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就比如说色彩 比如说一些异想的处理 需要很多的点包括声音 我觉得这些点就是呈现了 这个片子的整体的它的一个样貌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缘巧合的话 可能很难达到现在这个影片的样子 这个电影它整体上是有三个时间困间构成的 一个就是现实的一个时空 然后另一个就是过去的时空 就是回忆部分 另一个就是梦境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三个时空的时候 我们希望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首先讲到的就是色彩 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就跟摄影师商量 然后现实部分就用彩色来呈现 然后用回忆部分就用这个黑白来呈现 然后梦境部分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色彩 就如同咱们平常做梦一样 可能你会看到一些比较特殊的不一样的色彩在里面 在梦的里面 整体就希望这个片子有一种荒诞感 就像梦境一样 它可能有很多超现实的东西 有很多荒诞的东西 所以在音乐上也是 我们希望它有一种荒诞的成分在里面 比如说我的太阳 这个在剧本阶段就已经写到了 因为剧情它跟剧情是有关系的 就是一开始这个司机她喜欢听藏语版的我的太阳 然后这个我的太阳这个歌 它跟剧情就是它的女儿 这个司机有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对她来说就像她的太阳一样 所以在剧情上也有一个对应 然后这样一个歌曲一个音乐的设置 一直会贯穿到这个梦里面 然后在现实里面司机听到的是 这个藏语版的我的太阳 然后她自己也会唱这个藏语版的我的太阳 但是到梦里面 就变成了这个意大利语版的我的太阳 就完全成了一个超现实的 就像咱们的梦一样 可能咱们在梦里面 可能会说很多就是自己在现实生活中 不会说的语言 或者唱很多自己在现实生活中 不会唱的这样一些歌曲 所以把这个歌曲就是这样一个西方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 然后把它揉到这个剧情里面 然后让它成为剧情的一部分 把有机的一部分一直贯穿到最后 我觉得这个可能一方面就是强化了那种荒诞感 另一方面也让这个现实和超现实之间有了一个对应 这个是就是剧情里面 就是剧本里面本身带的一个音乐 另外一个就是秦林强老师做的一个音乐 我们也是沟通之后 就希望她有一个 这个音乐它有一种比较虚幻的一个超现实的那样一个特色 所以她在做的时候也是她也参考了很多的藏诅的音乐 然后她在这个音乐里面揉进了一些藏族的音乐的元素 然后同时又让这个音乐具有了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音乐让那个片子整体有了很大的提升 然后增强了片子的那种超现实的那种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片尾我们用了一个藏区的一个 有一个乐队叫西藏病人 然后她的这个歌词就叫转经道上的屠夫 我觉得她的这个歌词 然后她这种演唱的风格 然后她在歌曲里面的这种情绪 所以跟整部片子所要传达的那种情绪非常的吻合 所以我们选择这部就这首歌作为这部片子的主题曲 你在片尾可以看可以听到这首歌 我觉得她跟这个片子所要呈现的那种气质情绪非常的吻合 我觉得因为梦它有荒诞性它有超现实的部分 超现实的这样一些意想在里面 所以对于梦我不太想做一个像现实一样的一个推荐 然后一个阐释 我觉得梦是不需要阐释的 然后每个人他对自己的梦 对别人的梦都有不同的理解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这句藏族谚语 然后让它作为放在这个片头 我觉得它可以像一个影子一样 像一把钥匙一样 可以把观众带进这个剧情 带进这种情绪 我觉得这个谚语就是可能就像一把钥匙 能带观众进入这部影片 进入我们所营造的这个梦境 对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些轮回的概念在里面吧 因为它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佛教文化基础上的 所以佛教里面它会强调它会提倡 它会经常讲到这个轮回 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也是 你如果你仔细地看 如果你仔细地看这个大一幕的话 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种设置 比如说一开始这个司机它撞了羊 然后那个地点到最后它这个轮胎爆了 它做梦的这个地方 其实囤一个地方拍的 其实就是做了这样的同样的设置 就希望它形成一个轮回 然后观众可以看到那是一个起点 同时那也是一个终点 就是刻意的可能 对 有这样的概念在里面 然后另一方面 复仇也是 在藏区它 尤其在康巴藏区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父亲 然后这个后代作为儿子 你就有义务去完成这种复仇 所以它也是一种轮回 它也是一种就是那样的 循环往复吧 但在这个片子里面 我们是希望就是 希望结束这种传统 希望有一个新生 所以在梦里面 另一个津巴就是代替 另外一个津巴完成了那种复仇 然后让这种传统终止了 让这种轮回终止了 这样才有可能 它们才有可能 走入一种新的生活 它们的将来可能也有希望 所以很多这种轮回的设置在里面吧